常常藤蔓 沿着木雕生长 一颗颗苦瓜长得越来越壮硕 镜头往后一拉 红砖瓦片 屋顶也布满青苔 106年的三合院 古色古像 但你想不到这样的景象 竟然是在台北市 而且近期还被爆出 以2.8亿元天价出售 打破百年老屋的最高成交记录 时期地点就位在关渡的 易德街巷弄内相当静谧 宛如世外桃源 不过走个200公尺 马上就是台北医生大学附近商圈 原来一元级交易 不只因为附近安静 生活机能有品质 背后大秘密更是都根 些少84坪建物 却有567坪的土地 根本是买屋送地 算下来土地单价每平48.3万 未来若是完成都根 以关渡行情 大楼能一坪卖上60万 而且整条街水手 还有三间苦错没有卖 预计整合后 效益相当庞大 小时候对啊 我已经60了 在那边长大的啊 这些好像有 有越入古迹的样子啊 后来不知道我们变更 就不晓得了 还好啦 吃上来还不错啦 毕竟现在房市真的热 光是第二季 城污房价指数 就增加4.7% 年增率快冲破一成 连大量房贷期数也变多 从2023第四季后 全台平均房贷期数 达到304期 这下来超过25年 也是首次连续两季 房贷期数突破300 国内不少区域都有不少的这个 首购跟年轻人买房出容 那在热前的有不断游入一局 买气的持续增温之下呢 自然不少区域都会出现这个房价的涨幅 股市热市场资金充沛 加上买房的刚性需求支撑下 墙地盖房子 难怪连蛋白渠的建物 也变得炙手可热 都是三十位 黄菲小龙 真太不到 又敲又打 赶赶赶赶快盖好才能交屋 以高雄为例 交易过户数上半年就 一万一千七百四十六户 比去年一整年的一万一千多户 半年交易量直接超车一整年 这更直接带动居家生活品 按一下橱柜自动打开 加入AI概念性小家庭 储具月积成长六成 推估全年渴望挑战双位数成长 号称窗帘王的一封Q1年增 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也很亮眼 梳妆台关上门 一转身就变成长镜子 进口家具在北中南有三个仓库 因为业绩畅旺 所以台南的仓库要再耗资六亿元 要把它扩大到两千平 最近的话来客树其实有明显的变化 目前的话比之前的话 大概成长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其实有看家具的部分 都是有一些年轻的人 然后有购物的打算 或者是已经在明年准备交屋了 所以来选购一些家具 跟着高科技往南 南部仓库扩建后 物流出货更及时 营运效益渴望提升 不只家具卖爆 就连床垫也迎接大网季 自动降落 然后让你就是平躺 然后强迫你休息 不要再滑手机了 连床具也加入AI专属设计 别小看睡眠商机 一张数十万元起跳 床具床垫业绩比去年更看好 Q1税后存以两千零七七万 还送件申请股票柜台买卖 年轻人首购 还有那个小换大的换屋族群 所以房市其实蛮带动 我们的常电的买气 房市景气牵衣发动全身 跟着股市攀升 连带刺激 相关居家类生活类 从吃的到用的 甚至连躺的成长后续都看好 东森财经新闻中午军六 已经在台湖道 外侧书海 整面书架占据大空间 书读够了 还能到楼上高级餐厅 吃饭逛街 这幅文艺景象 未来竟然也要进入商办大楼 鸿海旗下PCB龙头厂 真顶科技 继续联手成品 要建立五千坪独栋总部大楼 地点就选在桃园青浦高铁站 我们跟附近的 这些所谓的一个竞争 一定会有差异性的竞争 其实不会通知性的竞争 那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 跟高档的餐厅 也会进入在大楼里面 预计未来大楼一到四层 都会是书店美食商场 外加室外空间 不过青浦这一站 敌手可不少 成品富尔市新大楼落脚地 就在IKEA桃园店隔壁 但拉开一看 不得了 不止高铁旁边 华台名品城Xpark 就在后头三足鼎立 拆开地图更夸张 因为短短七分钟车程 还有六层楼高的环球购物中心 19年老牌大江百货 和乐天棒球场 这密集度简直是一级商圈等级 像是设计 然后像是户外 像是很重要的一块 其实儿童亲子 我觉得三四年后 那个地方肯定不可同日而遇 青浦不只作为国门第一线 搭高铁往南往北 甚至只要20分钟 就能到新竹竹科 或是台北车站 想开车 国道一号 也在不远处 国内外短中长程 都能满足 也让在地人口 十年保增一倍 来到四万两千人 其中更不乏逐科新贵 和高资产阶级 我觉得如果我在台北的话 可能会比较想去 就因为平常很少去桃园 那如果大高铁去的话 还能看书去逛些东西什么 我觉得还挺不错 应该是长假或者怎样 才会去逛一下吧 富尔市商办进入青浦 也很有野心 加大布局希望能达到 年销量一千万测成绩 看来除了大商场 球场和水族馆 连书店也要够大 才能在青浦战场 占有一席之地 都是陈新闻 刘子辰 罗雅臣 综合报道 上百人急报会场 就怕晚来抢不到房 这是近期新竹预售案的 产品说明会 堪比偶像见面会 尤其台积电所在 从新竹一路到台南高雄 房价一涨不回头 而根据统计 今年六都前六月 买卖移转栋数十三点六万栋 也创近十一年 同期新高 一个人五年太多了 两房产品 蛋白区五年 然后台积电是一个人五年一样 所以台积电现在到处设厂 现在听说要去屏庄设的话 整个台湾都去台湾包起来 所以台湾远然就是一个科技岛 带德两行董事总经理 盐秉丽再出金句 把龙比喻成豪宅 而蛇代表的就是蛋白区两房 指出预售的蛋白区热过蛋黄区 对第三季整体房市看法 价稳量缩 预售买气旺 仲介熬出头了 代销熬出头了 那我们做这种商用不动产的 过去高峰之后下来 然后现在开始又感觉到好一点 所以我说这风水都流转了 今年代销应该是 加上建筑也都发大财了 就是因为城屋预售屋价格狂涨 也让各大建商敢大胆出手买地 看看今年上半年 全台前十大土地交易案 包括新北市英哥出现 每平70万成交价 台南市更飙到一平土地130万 高雄大学特区更狂 每平接近152万 全都突破区域新高 也就是今年房市热 房价恐怕还是欲小不易 尤其在未来三年 台湾经济情势继续成长的情况之下 专家雇房市稳涨难迭的趋势不变 东产新闻网站红张华真 台报导